- 選擇權一向是金融市場中 它是所謂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比起我們一般的證券來講 就比較複雜一點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選擇權分成兩種權利 一種叫做買權 一種叫做賣權 買權也就是抠權 那抠權就代表一種 對未來某種特定金融商品 看多的權利 不權也就是所謂的賣權 賣權就是一個看空的權利 當我們去交易的時候 我們透過網路或是透過電話 我們都屬於不特定的投資人 有一個不同的假設 有人假設漲 有人假設跌 有人假設不會漲 有人假設不會跌 所以構成了這個選擇權的市場 未來很可能 這個市場會變化很大 可以做salesite 你可以做一個賣方 那麼我願意賣出一個1600的抠權 賣出1600的抠權就代表著 我認為黃金未來的漲幅 應該是不至於漲超過1600的 所以我願意sale call sale call 如何透過這樣的金融操作 幫自己避險 也幫自己套利 最重要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透過這個高槓桿 我們承擔一個風險有限 獲利無限的一種投資機會 也是很多投資朋友 很樂於參與的一個原因 coach 就是看多 所以我們有四種身份可以參與 叫做 bu call bu put sale call sale put 投資的時候 不要墨守成規 而是要充分的瞭解 你所要投資的這個標的 那未來的各式各樣可能的走勢 你都要需要透過很多的資訊 資料去做一個研判 你才可以啊 你經常性的在經常思想中 找到獲利的條件